館長領館一場來體驗美鳳梨 帶來的實境科技 當時也操作無人機 把地匯蝦溪和親人創業辦公室來開拍 把全新的科技 親人創業 帶入嘉義館 以創新來打造地匯蝦溪的好貓 把我們數位化的工具 用在縣正的一個管理上面 因為嘉義在20世紀 我們沒有進入工業化的時代 還停留在農業化的時代 所以我們現在要靠數位速度 才有讓嘉義翻轉的機會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同時也在這個成立一個青年創業中心 主要就是幫助年輕人 你的數位 你的創業辦公室在這裡 因為我們有高鐵站在這裡 處走秀 生活環境很好 所以在這邊我們來政府來輔導你 協助你 管長共調 地匯親人創業辦公室 就是讓運用地匯的科技 讓管府來做所有化金合 加速行政效率 當時也讓伊望路和自分科技快速 本業就行 來照顧優秀的青年 更來故鄉開中新事業 創作就業的機會 台湘新聞 黃培宇 蔡宏報道 台湘新聞 黃培宇 蔡宏報道 感谢观看